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鸡灵鬼 马上拿到了 过去 他说那我今天进城之后 终于终于洗头发了 记得上一次洗 还是在初四的时候 今天已经是初十一了 那我就是三四天四五 一周多没有洗头发了 纯属呢是正常发灰 因为在暮区 你不可能天天洗的 尤其在冬天 你洗了之后 一定要吹干 吹干的这个条件没有 不吹干的话 直接这样出去呢 对身体非常的不好 对你的颈椎 对你的头部 你受着凉了之后 就会很容易生病 还有呢就是 洗完之后 出去 马上就是各种的 各种的灰 牛粪灰 草墨子 到处飞 你干活的时候 也会出一点汗 所以这个头发 马上就会脏了 所以呢根本就不需要 天天洗 那至于是我们怎么忍受 这么多天不洗头的呢 这个 一方风水养一方人吧 而且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也习惯了 可能别人看来是 哇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亲自的女孩子 但是我们就觉得 是正常的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啊 还有一群人会觉得 我们身上 会有一点味道 哈哈 那我们在告课的时候 尤其是木区的人 难免身上会有 各种 我们接触到的这个 各种味吧 哈哈 但也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真的 池 无论 池 无论 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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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有什么 啊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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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吃她的遗室 好 那好不容易这么精致 也换了妆之后呢 一定要出去一下 不然浪费了不是吗 好这边我们算就 我今天要出门 干女孩子会干的一些事情 哇 竟然好冷啊 还飘着雪 我这 我穿了裙子了 下雪了 不能停了 今天是周末人还挺多的 什么是女孩子干的事情呢 就是理发没假 还有什么 哇 人挺多 剪发然后染发 我想把这碗染成绿的 绿的 不是我补一下就行 补一下就行 我原先有 我这不是怕那个什么吗 这毕竟进城吧 还得洗一下头发 谁知道 噢 越埋它越豪宅 越埋它越豪宅 那是先剪呢还是先染呀 你也喜欢头人看的 先剪吧那就 我这块快凸了 你们说我才19岁我怎么会凸呢 发际线 然后分开一下这样 这块就特别的明显 其实呢拍视频三年以来我都没有动过我的头发 觉得嘿嘿是一个牧区女孩子的标志吧 但是后来大家有鼓励我说女孩子应该也精致起来 这无关跟牧区还是城里的女孩子 女孩子都要有选择美的权利对不对 然后因为我是也可能是牧区的原因 我脸比较黑 想要显得亮一点 就染了一个这样的 我不经常就是散下来把头发 所以盘着又戴帽子的原因 大家看不太出来 但这次呢 就染的会掉了一点 这块就是黑的和黄的有点不太好看 我这头发长得太快太长了 以至于下面你看干枯 而且不好打理 所以我就想要剪了 你不记得我了 我说有三个月了吗 什么染了 三个月以上了 三个月以上了 你去年给我染的呀 去年夏天 夏天染的还是 你还坑了我 我可听 所以我这次来找你 专门来找你 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忘了 扣完就忘了 真的是 就在你们这染的 所以帮我补一下这个上面的就是 我都干不动了 后面多 但是前面没多少了 头发 还成 有假花片吗 没有 怎么想在这里补一点 你要给我卷一下 是吗 不是 把上面 把上面这个带进去 说我太粗了 把这个吹起来 写得红心掉 全部完成了 这个快晚上了 我还想着要去美奖呢 没想到女孩子的时间是 这么容易就浪费了的